比特币有可能要进行一个暴跌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风险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来看一下 目前的价格是在一个26500多美金一个水平 那之前的话 比特币是进行了一波的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上涨 经历了几个月的一个上涨 从下方的一个15000多美金的位置上涨 到一个32000多 直接是涨了一倍多的一个涨幅 然后它在这个位置27000多美金的位置 是跌破了这个上涨的一个通道 随后进行一个下降 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很多朋友就说 这个位置进行反弹之后 它会进行一波的一个上涨 那确实是这个位置突破 这个27500美金的位置 是有一波不错的一个上涨 但是你要注意了 这个位置目前的话 仍旧是在零轴之下 多次 之前的话是有几次的一个 在这个零轴之后 没有去突破 然后进行一个回调 那之前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吧 6月26月6号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想要去穿这个零轴 但是这个位置随后进行了一个震荡下跌 直接下跌了12%的一个回调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有之前有过多次的一个情况 这个位置想要去穿零轴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吧 在一个18000多美金的位置 想要去穿零轴 这个位置 随后这个位置的话 快速进行回调 也是接近10%多的一个回调 那其实这个位置也是一样 它多次在这个位置 想要去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 想要去进行反转 随后又下跌了20%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吧 这位置想要进行反转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之后 那穿零轴又进行向下跌 那跌了接近20%左右 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 不能穿零轴的话 它意味着又跌12%到20%左右 这个水平的27500美金 这个位置 那如果跌个20%的话 那它会到达下方比较深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22000多美金 这个水平 那下方的位置 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的话 有一个价格 就是跌破这个24600多美金的位置 可以在这位置考虑做一个空头 那下面的话是有 这部分的一个利用的空间 接近10%多的一个利用空间 那现在的话也可以去考虑 在上方这个27500美金 那个位置去这片区域做空 如果在下方持有的话 接近20% 但是的话 它一旦去突破这个27500美金 重新去站稳这个区域线 那你要去考虑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上方的一个压制 在这片区域 所以说现在的话 在这个27500美金 是一个好的开仓的一个位置 也是日线级别最好 最佳的一个开仓智慧 因为上昌的一个压力的话 就在28000多美金的位置 接近1000点左右的水平 如果向下跌的话 它接近有四五千点的一个回调 所以利润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那目前的话 仍就是在这个下降通道当中 并没有去走出来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回调 如果出现这种大级别回调的话 那么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去参与 但是一旦它在一个位置 正式去穿零头 之前也有几次的一个穿零头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大暴涨的情况 那这个位置穿零头之后 出现了接近40%左右的一个上涨 这个位置也是穿零头 这位置穿零头 也是接近40%左右的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穿零头的话 也是接近40%左右的一个上涨 20%多 最少也有20%多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这个位置穿不穿零头 非常非常的关键 穿零头的话 有20%到40%的一个上涨 那如果在这位置穿零头 有接近40%的上涨 那它到达哪个位置 直接差不多到达 4万美金的一个高度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非常关键 看你是怎么去操作 反正现在的行情的话 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参与 是吧 那么来看一下最近很火的一个 TRB是做合约的话 也是非常疯狂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币的话 就在短短的一个 20多天的一个时间里面啊 去进行的上涨 接近有三倍多一个上涨 那么做合约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疯狂啊 那相信有很多人 都是开它的合约啊 那最近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疯狂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一个小时级别的话 从整体的一个大体观来看的话 它一直是维持着一个 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啊 而且它的斜率的话 越走越陡啊 是吧 它的斜率 它的斜率越走越陡峭 在这个位置 这片区域是吧 它在很明显 它的一个斜率的话 是越走越翘啊 是吧 完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形态啊 啊 那目前的话 还没有去跌破 最近的一个支撑点呢 也是就在36美金 如果跌破36美金的话 我们要去做空啊 那做空的收益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位置 做空到下方这个位置 支撑啊 那接近有多少 盈亏比是2.4 那做空上来收益还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如果跌破36美金的话 我建议去做空啊 但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去跌破的话 还是考虑一个多头啊 依旧是考虑一个多头 跌破36美金正式去做空啊 这是它的一个情况啊 那整体的一个加密行情的话 基本就是这样子啊 总体的话 还是要看比特币的一个价格的走势啊 我们会继续去观察它的一个价格 目前的话出现反弹了 是吧 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它依旧会进行反弹了 所以大家要去重点 去关注这个币啊 当然做合约是非常疯狂的 但是建议大家去低倍去叉拟 小舱外去叉拟行啊 现货的话可以去大舱外去操作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有点关注的话 赶紧去点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